本港首宗怀疑涉及Omicron变种病毒的本地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 患者居住的大厦完成强制检测,没有发现阳性个案 被围风强检架翠宁花园第二座,朝早6点几完成强检 大厦大约985个居民检测都呈阴盛 登记个人资料之后就可以离开 这里有一宗怀疑涉及Omicron变异病毒株价本地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 42岁男患者是測能师,和太太和女儿同住 屋远居民怎样看呢? 没什么症状,个人当然是担心,你不知道谁有的 小孩都不敢回来 你都要生活,都要生存,担心都没什么好担心 担心也是要这么过,不担心也是要这么过 当局派员到访所第二座,大约350户 当中大约15户没人应援 当中包括了可能接受隔离的住户或空置单位 当局说会采取措施跟进 有指南患者上个月30号 曾经到访西九文化区M家博物馆 博物馆今天闭馆一日 有市民来到网门钉 昨晚差不多8点钟到访 他昨晚应该知道今天闭馆已经通知我 但现在他就照给我访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说所有前线员工 在拿到阴性检测结果之前 不可以回M家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 德文康报导 您温客 您温客 您温客